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七十八集 我在想什么呢 赵灵珊修得直跺脚 长吐一口气 过了老半天 这才彻底平静了 这时候 他突然发现身上的异状 之前在血灵池中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坚持到极限了 身上疼痛都快有些忍不住了 一直在苦苦支撑着 可现在呢 那股疼痛的感觉居然消失了 浑石上下充满了轻松 而且呢 从秦晨先前点中那几个血位里 竟然隐隐传来丝丝冰凉的感觉 莫非秦晨随手一点 竟然让自己对血灵池的承受 又增强了许多 眼睛瞪圆了 赵灵山倒吸了一口凉气 血灵池的强大 他了解太多太多了 每一个天才舞者 都梦想能在血灵池中 多呆片刻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西北五国还没找到 能让麾下天才弟子 多呆片刻的任何方法 可是 秦晨刚才随手一点 已经让自己 对血灵池的承受 提升了这么多呀 这 想到这一段时间来 秦晨展露出各种手段 赵灵山忍不住震撼了 在他身上 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平复下心情 不想那么多了 赵灵山再度修炼起来 并且呢 按照秦晨所说 开始对血脉进行洗礼 这该死的银贼 竟然被他跑掉了 续灵池高委屈 幽切雪眼神病了 目光森寒 他在这续灵池里 搜寻了半天 都没找到秦晨 心里郁闷得不行啊 不过他的模样 我已经记住 别让我在外面遇见他 否则 定要他好看 目光病了 幽切雪背齿轻咬 嘴唇阴红 此时 满子血灵池区 秦晨在石背浓度的区域 缓缓探出了头 我几乎把这灵随池的底部 搜索了一个遍 就算有遗漏的灵随晶 也不超过一两颗 就算给这西北五国的天才 留一个根本 一旦灵随晶被全部捡走了 整颗灵随池 就会慢慢地干涸 最后呢 彻底失去灵性 闭目养神 秦晨在灵随液里 再度修炼起来 现在的他呢 吸收的灵随液够多了 毕竟之前五倍区域 再加上九星神地诀 十二条经脉 同时疯狂吸收 修炼一天 吸收灵随液的量 几乎等于别的天才 吸收十天了 而此刻呢 秦晨要做的 就是利用灵随池中的能量 突破现有境界 血灵池吧 一天过后 绝大多数武者都已经被淘汰了 此时还能留下的 都是各大势力中 精英中的精英 大齐国区域 肖战面露担忧 充满了紧张 到目前为止呢 所有接入血灵池进行洗礼的天才 已经被淘汰了80%了 可他们大齐国八名弟子 还有六人没被淘汰 死亡子 秦峰 紫军公主 他们的确可能坚持到现在 可秦晨他们三哥 肖战难以想象 以秦晨他们的修为 能坚持到现在呀 唉 陛下还是太急了 叹了一口气 肖战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如果秦晨他们三个死 在血灵池 这事儿恐怕就大了 现在的他呀 只能默默祈祷 秦晨已经出了血灵池了 只是在修炼突破 在血灵池高位区 离开的人呢 越来越多了 剩下的越来越少 从一开始十几个 现在只剩了十个左右 能留下的呀 无疑不是各大势力 最顶尖的天才 如秦峰 念无极 李孟白 曹衡等人 令人惊讶的是 王启明竟然也还在坚持 这次大气国舞者 吃春药了吗 连这么一个少年都在坚持 真是见了鬼了 曹衡一脸郁闷 此时的他呢 牙关解咬 浑身冷汗淋漓 连他都要有些坚持不住了 可那王启明呢 竟然还没被淘汰 不只是他 其他天才也都一脸精益 究竟得多强的意志力啊 才能让十六七的少年 坚持到现在呢 血灵池里 王启明终于睁开眼睛 我的热身对血灵池的吸收 已经到极致了 再坚持下去 恐怕有生命危险 站起身 王启明向着低尾曲走去 没有丝毫犹豫 而后呢 直接来到岸上 盘膝修炼 啊 这小子 总算走了呀 见得王启明终于离开了 所有人都吐出一口气 在王启明离开一个时辰之后 四王子赵维终于坚持不住了 不甘地看了眼 依旧排泄修炼的秦峰 四王子只得咬了咬牙 回到岸上 开始进行突破 紧接着 曹衡 李莫白 一名名天才 纷纷被淘汰了 到最后啊 只剩下念无极 还有秦峰两人了 这小子 九两下子 念无极死死盯着秦峰 眼中射出力芒 如今呢 血灵池只剩他跟秦峰了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就有可能成为这一届血灵池中 坚持最久的人 我念无极最喜欢的就是挑战 那就看看 咱们两个谁能坚持到最后 咬着牙 念无极全力运转真气 死死坚持 面色猙獰 血灵池外 人群躁动不安 这都快两天了吧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没出来 按照以往规律 坚持最长的一个人 最多坚持一天半吧 怎么这次 这么多人坚持到现在了 对啊 特别是那大齐国 目前为止还有六人没出来呢 这简直逆天了呀 逆天什么呀 那几个低阶小子 恐怕早已经死了 说不定大齐国另外几个人 也都死了 人群择舌 暗中彼此议论 这一届血灵池洗礼远超寻常 到目前为止 男女合起来 竟然有十几个人没出来 这在以往啊 简直不可想象 特别是说到大齐国 所有人都一脸古怪呀 也不知道肖寨应该高兴呢 还是难过 有几名从高北区出来的天才 显然知道王启明没有死 只是他们没开口 如果说出去 让别人知道自己连一十六七少年都比不过 这也太丢人了吧 甚至啊 有人更在心中恶毒的诅咒 希望王启明他们坚持不住了 死在血灵池里 这也导致 结局更加扑朔迷离 咦 有人出来了 男生区域 又有一人出现 引来众人的目光 诶 那不是大齐国那几个低阶小子中的一个吗 众人惊呼 肖寨豁然一惊 连忙抬头 看见了王启明从阵法中走出来了 你没事啊 好 太好了 心中大喜 肖寨几步来到王启明身前 双手抓住他肩膀 神情亢奋 面露喜意 王启明一脸愕然地看着肖寨 这是怎么回事啊 肖寨大人这也太激动了吧 哈哈 没事就好 赶紧过来 肖寨兴奋的脸都开了花了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王启明没死 在他看来 这不仅仅说明王启明一个人没事 秦晨他们呢 很可能都活着 哼 不过是多活了一个而已 看你激动难要 大卫国一侧 玉池成冷笑 语气嘲讽 玉池成 再说一句废话 信不起我不客气 肖寨大怒 怒目转头 还怕你不成 玉池成冷笑 浑身绽放杀机 好了好了 都不用说了 这里是血灵池洗礼之地 两位还是收敛一下吧 旁边立刻有其他势力强者 皱眉开口道 此地都是各大势力的天才 心中的香波波 如果真的出了事 谁能担责 冷哼一声 肖展心情大好 不再理会 魏池成了 转头看向了王启明 这一看 他顿时吃了一惊 王启明 你 你突破天际了 先前惊喜之下 肖展还没在意 如今仔细一看 王启明竟然从地级初七 一举突破到了天际 这简直是前所未见 血灵池虽然能让人突破 但绝大多数呢 只是提升一级而已 能够提升两级 已经十分稀少了 可是呢 王启明竟然从地级的初七 一举提升到天级初七 这几乎是整整一阶的提升啊 这在整个血灵池洗礼的历史上 堪称罕见 至少近百年来 未曾听闻 只是侥幸而言 王启明道 但他心里知道 若不是秦晨的帮助 他不会有这么大的提升 啊 天哪 其他人也战惊了 整整一个大级别的提升啊 大齐国的天才 简直逆天了 虽说王启明身上的天际气息 并不是很稳固 还十分的虚弱 而且呢 也不完善 但只需精心巩固数日 他彻底跨入天际 轻而易举啊 一旁 李清风和张义傻眼了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特别是张义 更是快疯了呀 自己进去时呢 比对方高两个小级别 可这一出来 对方领先自己一大级别 这一对比 自己简直就是渣呀 就在这时 从阵法里 再度有人影走出来 哎 又是大齐国的天才 这一次 走出来的是女性天才 只见赵灵珊 浑身散发灵托气质 缓缓走出 她身上真气凝聚 同样突破到了天际 众人傻眼了 又一个天际呀 什么时候突破天际 这么容易了 所有人都崩溃了 难道说 这次血灵池功效提升了吗 否则怎么会比 以往强那么多呀 紧接着 易明明天才陆续走出 不得不说呀 这一届血灵池洗礼 比网界强太多了 能坚持到最后走出的 除了少数几个 只是地级后期巅峰的 剩下那几个 全部突破到天际了 这呢 已经不下十个了 以往 能够在血灵池洗礼中 直接突破到天际 这几乎是五国大比 前五的存在了 而能在数天后 大比之前突破到天际 则能争夺前十 可现在 血灵池洗礼还没完全结束 已经有不下十个天际天才 彻底打破了以往记录了 又过了两个时辰 紫薰公主四王子 分别从阵法中走出 他们两个人身上的气息呢 自然都是天际的 而且达到了天际初期巅峰 十分的稳固 比起王启明 明显强盛一筹 毕竟 他们基础更加牢固 王启明和赵灵山 就算后来居上 也很难短时间内超越 对了 秦峰和秦晨 你们有没有见到 肖展关心道 如今呢 进入血灵池洗礼的时间 已经过去两天了 大七国弟子到现在 就只剩秦晨和秦峰 没出来了 秦峰我走的时候 还在接受洗礼呢 但秦晨我一直没见到 四王子眼神凝重 难道他还没出来吗 以秦晨的修为 到现在没从血灵池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我也没看到陈少 王启明道 这 众人面面相觑 心中生起了一丝不妙 秦晨不会死在里面了吧 张义忍不住说道 他心中暗暗窃喜 还好啊 有一个秦晨死在里面垫底了 否则 自己这脸可丢大了 你放什么屁 陈少不可能死在里面 王启明大怒 冷视张义 天急的气息笼罩张义 张义顿觉呼吸困难 脸色涨红了 他到现在还没出来 我怀疑他死在里面了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张义灭色难看 而且你在里面有见到他吗 现在连这小子都敢这么对自己说话了 可偏偏自己还不敢还击 谁让他连天急都没突破呢 王启明呼吸一致 面色难看 的确 从进入血灵池之后 到自己离开 这两天时间里 他一次没看见秦晨 如果秦晨真的在血灵池里 怎么会一次都见不到了 莫非 不 陈少一定不会出事的 王启明咬牙 他还是不信秦晨会出事 那个灯徒子没出来 紫薰公主瞪大眼睛 也是忍不住开口 不知为何 他内心隐隐有些难受 这倒不是他对秦晨有什么感觉 只是觉得呀 秦晨虽然坏 但就这么死在血灵池里 太冤枉了 希望秦晨别有事吧 肖战叹息 也只能这么祈祷了 虽然目前来看 这恐怕只是一个奢望 人群之中 赵灵珊双手紧钻 憋得无比难受 他很想告诉大家 他在血灵池里呀 见过秦晨了 可如果一说出来 那麻烦可就大了 到时候 自己恐怕怎么解释 都是解释不清 等待之中 又过了半天 阵法中再度出现人影 却是鬼仙派的念无极 天极中期呀 一见到念无极 人群瞬间发出了惊呼 瞠目结舌 只见念无极浑身真气凝聚 竟然达到了天极中期 那浑厚的气息 甚至直逼在场一些势力的强者 刹那之间 所有人都快疯了 一个个张大嘴巴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死命地揉着 我的天啊 这一届血灵池洗礼到底怎么了 居然连天极中期的武者都出现了 在这近百年的历届血灵池洗礼上 所有天才之中 最强的一个也只不过突破到天极初期巅峰 曾经有人断定 24岁以下 进入血灵池的天才 达到天极初期已经是极限了 只是没想到啊 鬼仙派念无极 竟然打破了这个记录 一举突破到天极中期了 这在血灵池的洗礼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出现 一时间 人群晋升 莫名的震撼 甚至不少人内心无语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22岁 天极中期啊 表明念无极在30岁之前 突破玄阶的概率 几乎高达60%以上 可以预见 不久的将来 鬼仙派将出现一个逆天强者 无极啊 好 太好了 若是宗主知道你突破天极中期了 一定会大为高兴的 鬼仙派的长老 一脸狂喜 在所有人厌慕的目光中 走上前来 哈哈大笑 但让人疑惑的是 念无极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 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 无极 你这是 灵中长老疑惑 这么大的喜事 念无极竟然一点不开心 反而目光凝重 面带煞气 不会是突破过程中 出了什么意外吧 想到这 灵中长老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无极啊 你不会身体出问题了吧 说着 就焦急的上前 想要查探一分 对一名天才而言 最重要的 不是眼下修为多高 而是未来最终能走到哪一步 如果念无极为了冲击天极中期 导致身体受了什么损伤 虽说短时间内 修为会有明显提升 可未来呢 却是一片黑暗呢 届时 回到宗里 他定然要遭受宗主的惩罚 林长老 我没事 那秦峰 竟然在血灵池里坚持时间比我久 简直不可原谅 抬起头 念无极冷喝 眼神冰冷 射出了力芒 我念无极是西北五国第一天才 自容得一个什么王侯子孙 凌驾于我之上 拳头紧钻 念无极面目猙獰 啊 你是为这个才一脸杀气啊 灵中一个亮相 简直快哭了呀 你妹的 不过就是有人比你坚持的酒吗 用得着一副死了爹妈的模样吗 害得自己还以为你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吓得魂都要没了 更何况 你都打破血灵池这么多年记录了 还想怎么着 啊 无极啊 那秦峰虽然坚持的比你久 但修伟未必如你 没必要这么关注 灵中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吴语道 也对 听闻此言 念无极目光一亮再度恢复了自信 坚持的酒 不代表修为能超越自己 届时 自己还是这上百年来 血灵池洗礼中最耀眼的一个 正遐想之间 嗡的一声 前方阵法再度放光 紧接着一个窈窕的身影从阵法中走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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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